每年暑假都是机车考照的高峰期 而根据交通部的研究分析 有参加机车驾训者比没有受训者的违规风险减少32% 肇事风险减少20% 为了推广机车驾训制度 公路总局台北市区监理所 特别携手和润企业举办赞助机车驾训的捐赠仪式 首创补助中低收入户全额驾训费用4000元 共125个名额 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报名 我想我们每年暑假是我们考照的高峰期 我们交通部就为了让我们的机车骑士 能够经过正规的驾行班的教育 所以今年我们交通部大概补助的2万个名额 每一名补助1300块的学费 希望能够有正规的学习 能够促进他们的一个机车的行车安全 那今年我们大概合任区业 大概在7月份也攜手跟我们台北市一间一所合作 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还提供中低收入户的一些子弟 就全额补助协费4000元 那这个部分我想也对于整个如果家庭有困难的一些子弟 那没办法参加我们机车驾训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企业善进社会责任 那能够促进我们的整个机车驾训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的整个机车能够更安全 让我们的一个死亡的状况能够更减少 那那个合任这次补助的中低收入户大概有125名 那每名全额补助在4000块的一个驾训的费用 那这个是不限户籍 那只要在我们台北市区建议所辖区的 不管是基隆地区或者台北市区的一个驾训班 大概有8家驾训班 我去报名都可以 那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 只要你符合相关的中低收入户的资格都可以 那个机车分取付款 本来就是合润企业的核心业务之一 那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 他在透过我们可以轻松的来拥有一部机车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用车的安全 那所以说我们合润对于这个 这个考照驾训的这个计划 我们一直都是很全力的推动 我们希望我们的 我们合润的客户 你不但能够很轻松的用一台车 还有在使用车辆上能够更安全 这是我们在乎的 可是我们发现台湾目前 对于这个机车驾训的计划 并不是那么普及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合润 这次的参与 我们对于这个机车 考照驾训的地方 我们也针对中小企业 不是中小企业 就是针对中低收入户 我们会做一些补助 来赞助他们 能够来参与这个 考照驾训的计划 好那民众可以上我们 合润企业的一个官网 或是我们台北市监理所的一个网站 那都可以报名 那报名之后可以到我们 大概辖区的八家驾训班 去学习 那驾训班包含我们 大台北驾训班 还有福安驾训班 联合驾训班 华丰驾训班 还有滨江驾训班 那也有我们大概 基隆的培德驾训班 还有大龙港跟光荣驾训班 总共有八家驾训班 好那我想我们 在以往大概考机车驾招 都是自学的 那可能就是朋友讲一讲 那可能教一教 大概当天就去考照 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说 我们目前大概青少年死亡 机车死亡大概 18岁到24岁是最多 而且占我们所谓 全国车祸死亡的六成 那我们我想这就是整个的 一个驾驶技术的不成熟 跟缺乏整个安全的观念 所以说我们机车驾训班 透过这样的一个正规的学习 它有大概16个小时 包含其中6个小时的学科的训练 还有10个小时的宿科的训练 它会对于整个交通环境的 一个风险 我想他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 那也会提高他整个防疫的观念 有正确的一个交通安全尝试 我想对于整个车祸的发生 跟行车速度的减少 一定有帮助的 那根据我们交通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大概有做过统计 参加过我们机车驾训的一些 青少年朋友 他未来比没有参加机车驾训 大概减少违规32% 那减少朝时风险大概20% 我想这个如果参加我们的正规教育 我想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外赞助活动也推出 三人同行报名驾训 送安全帽 以及成功考照 打卡抽奖等活动 其中包含就是我们的三人同行 就要赞助我们安全帽 那另外还有就是 每个月会抽奖 抽行车记录器 那另外我们会监证一些安全帽 或者那个行车记录器这些 来保障整个用路人的安全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积极来投入这一部分的 跟这个道路安全有相关的活动 而且根据交通部过去的统计 那个过去五年 整个交通事故 大概机车都占了九成 机车站的九成 那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汽车啊 你要考汽车驾训班 这个观念已经很一般了 可是大家对于这个机车 也可以参加驾训再来考照 这个观念可能还不是那么落实 而且那个 现在我们一般的考照都是 在空地了 在提访空地就开始练了 你这样会起 你也没有实际的经验 所以我们认为说 如果能够让这个 机车考照驾训的计划 能够更广泛的来实行 我想对很多机车组来讲 他的安全性 对他这个骑车的自我防御的能力 或者对一些道安的知识 我觉得是会更好 这个是我们和论 积极想要投入的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希望能够做到的地方 台北市区间理所相当感谢和论企业 落实企业的社会精神 共同来推广机车驾训制度 希望吸引更多民众 先来参加机车驾训班再考照 协助新手骑士 建立良好的驾驶观念 让骑车上路更安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